Hello 大家好 我是Tudson 没错 我再来加拿大将近四年之后 终于拿到许多海外留学生们 他们所追求的PR 也就是我们所谓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 那回想我当初从最初决定踏入这个国家 但拿到这整个身份的这个过程 其实得爱不易 那中间有发生几次还算蛮惊险的情况 可能都让我在申请的过程中功亏一篑 不过好险这全部都一一克服了 那也让我在上个礼拜工作开会当中 忽然接到移民局的通知 告诉我这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在接到通知的那一刻 心里顿时觉得放松了很多 不过老实说 心里也有一刻有顿时空虚的起来 那这种感觉很像是你长期以来 一直在追逐某一个目标 突然有一天这个目标被你达成了 或是你想要的东西突然拿到了手里 开心跟喜悦过后 忽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换追逐什么的这种感觉 不过拿到总是很开心的啦 那这次刚刚也想透过这个影片 反思就是我这将近四年来的心路历程 算是对自己的一个记录 也想和所有人分享 从最初的留学生身份 到持有工作签证 直到最终拿到PR的这整个过程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以及在你追逐PR的这个路上呢 提醒你哪些事情 是你需要去把握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影片看到最后 因为我的这些经历呢 跟选择很有可能是你正在面对的 或是未来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在影片中呢我还会提到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走读书移民的方式 都会忽略就是年龄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呢想让在看影片的你知道 在加拿大呢要成为永久居民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种 那包含啊你来投资就能移民的投资移民 但是你其实要有足够的资本 那也有难民的方式 但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并不属于这个难民的范围 那政策呢每年其实都会有新的方式 让你来到加拿大 那其中呢最大中也最多人所使用的方式 就是以学生的身份进来加拿大读书 那毕业后呢再取决于你这个读书的时间的长短 可以享有这个一到三年不等的工作签证 那我在2018年2月的时候 是以观光签证的身份来到加拿大 那接着呢在9月的时候入学读这里的研究生文凭 那课程它是一年制的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是针对大学毕业后投入职场前 或是你投入职场后 密集进修第二专长的这一类人所设定的 那本来出发前的目标就是 希望花最小的成本来达到最大的效益 因此呢希望以报名一年的课程 朝着移民目标来努力 那事后回想起来 确实是存在许多风险的一个决定 那在接下来的影片当中 我也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决定 那因此呢大概到了隔年 也就是2019年的6到7月 我就正式的毕业 并且申请到毕业后的工作签证 由于我的这个课程长短 只有一年的关系 那因此我的这个工作签证 最多也只拿一年的时间 不过很幸运的是我在快要毕业之前呢 还有额外抽到加拿大政府 他们有开放给我们俗称叫做打工度假的签证 那它的用途呢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签证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那它也是一个一年 就是效期只有一年长短的工作签证 不过其实当初也是误打误撞 想说抽抽看签证 没想到真的还让我抽中了 那事后呢也真的帮助我买到了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所以后来呢我其实手上是有两张工作签证的 那虽然两张工作签证它的时间是有一点重叠 但这个其实也为我提供更多的时间 可以停留在加拿大累积这个PR的资格 那这边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是走我读书移民的方式来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的话 你必须要在加拿大特定的工作上面工作满一年以上 你才能符合资格 而我上面提到抽到打工度假的签证 提供我更多的时间停留在加拿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当初只读一年的课程 所以只能拿到一年的工作签证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累积一年的加拿大工作经验 我就必须要在我毕业前 其实就要先找到符合这个资格类别的工作 不然等到我毕业后之后拿到签证才开始找工作 基本上我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累积满一年了对吧 如果以我这件事情来作为借敬的话 我会建议未来想要移民加拿大的人有几点 是必须要注意的 那第一个就是他课程时间的选择 那在加拿大政府现在来说 目前符合政府规范的学校一年制的课程 毕业后只能有一年的签证 可是如果你读的是两年以上的课程 他就会提供给你三年的工作签证 所以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出发之前就有移民的打算 我基本上都会建议大家去选择两年以上的课程 会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 那这里要强调 毕业后工作签证一个人只能申请一次 因此你不能读完书然后又申请工作签证 之后再去读书然后再申请工作签证 那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你在选择课程之前要先思考过 你后续是否有移民的打算 以及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累积你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也就是刚刚说的这一年的时间 那话又说回来啦 在我毕业后不久就很顺利的找到工作 那可是刚找到工作不久后 就遇上了COVID-19 疫情刚开始的这个时候 所以许多的公司还有这些企业 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倒逼 或是解雇大量的员工 那也因为如此 有很多同期的毕业生都因为这些工作机会的减少 而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像我刚说的 很幸运在那段时间又找到一间新创软体公司的工作 并且工作类别还有职称都是符合移民的要求 那在工作满一年多后呢 就提交了申请 等待了漫长的审核 大概是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也顺利收到移民的邀请 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拿到这个PR Card 但已经有一张这个书面的证明 已经证明我是永久居民的身份了 老实说刚开始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还没有特别去思考过未来到底 有没有想要成为加拿大的PR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呢 其实在出发前 甚至是刚抵达加拿大的时候 也不会特别去规划这件事情 毕竟你还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个地方 以及不够认识这边政府的移民政策 只是事后呢 作为一个走过来的人 回头来看我要移民的这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可以在出发前的就先规划好 并有机会稍走许多弯路 举例来说 如果你出国前你就知道移民的话 那你在课程的这个时间长短的报名上 你其实就会有不同的思路 那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移民 你就会知道你在早工作上的时间规划 以及你的植入上可以怎么样的及早去做安排 甚至这边还有一点是想要走读书移民的人 你们要注意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年纪的这个因素 任何年纪其实都可以选择读书移民的这个方式 但是一旦你年纪超过30岁之后 你每多增长一岁 你的移民的分数都会被扣一些分数 所以如果你35岁申请跟你29岁申请的移民分数 其实是会不一样的 你35岁申请你的分数会比29岁还要来的低 那详细你要知道如何计算自己移民的分数呢 可以点选影片右上角的这个连结 我有做这个影片是详细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去 在移民局局网站上面计算你自己移民的分数 那每一年的抽分呢其实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比较少留学生来到加拿大 因此呢今年的政府算是开放一个大放送 把分数降得很低来增加这些中签的人数 平均的分数大概是330到370分之间就可以抽到了 不过排除这两年疫情的影响 平均分数我建议你还是要有440到470之间 未来比较有可能会被这个政府抽到 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还有安全的抽分范围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跟移民局申请签证 正是因全英文的关系而感到压力很大 那在这一生中可能还没有处理过这么多的英文文件 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顾问代办公司 都是可以免费帮你申请学校以及签证的事务 而且由于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也有完整的SOP 所以不太需要担心申请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纰漏 当然如果你要选择自己申请也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对于全英文的环境申请没有问题 只要按照移民局他们要求的资料缴交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不过如果谈到未来申请移民的部分 我个人就会比较建议大家去找比较有经验的人 或是移民的律师来帮忙审核文件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移民要交的资料很繁琐 它从你的毕业证书、护照翻页的记录 到过去10年的学经历 还有你的旅游记录 移民局他们都会要求你来提供 那常常因为文件很多的关系 加上它的历史可能比较久远 有可能在填写历史的时间会错乱甚至是重叠 这有可能导致你给的资讯 会让移民关怀你的身份 最糟糕的就是你可能会面临拒签或是申请失败的问题 而一旦你有被拒签或是失败的这个记录 这些都会在你的申请的记录上造成污点 导致下次你在补件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更严格的标准去审核你的资格 所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我会建议找移民律师或是专业人士来帮忙 来避免出这些差错 有些人问我是怎么申请的 我自己个人是透过移民律师来协助交建的 由于我的朋友的公司有提供移民咨询 并且也有协助家人或亲属来申请 所以这都要感谢他还有他们公司的帮忙 但无论如何 这种一生的大事 花些钱来确保整个过程的顺利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总结来说成为PR只是刚开始 未来下一步便是朝着拿护照 而且在这边落地生耕而努力 这一路上也要感谢家人 朋友还有partner 也感谢自己走到这么远 想成为PR的原因只是单纯的希望 自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让自己在生活以及工作的环境 能有更多的主导权 以上就是我刚来加拿大到申请PR的整个过程 希望我的经历还有我的心得总结 可以帮助还在观望的人 顺利达到你的理想 如果你们对于这整个过程 还有其他的疑问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发声 对方 先生 感谢观看